今天我们来切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买来的时候也是全堵石 然后我们已经顺着色带插完窗了 我们现在直接来切它 看看最后是什么样板 我们现在色带的旁边 把这些没有色带的地方 已经全肯定全部都变种了 我们现在沿着色带 把色带旁边的这些废漏 全部一刀一刀的都给它去掉 根据大猎以及变种的地方 咱们把这些废料全部都切掉 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除了最下面色带这块地方 其他地方白色的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没用的变种的废料 只能最后愣鱼干的那种 也就是一整块 咱们就切出了这一块是有用的 因为其他地方就算有颜色 也变得非常细 只有这个地方的颜色 还能取一点小东西 本来还想说 这个有色的地方可以取一个挂件 结果切下来发现边缘的粘非常多 只能拿来堵贱面了 咱们现在继续把这最小块的上面 还有没用的东西 一刀一刀再去切掉 沿着这一小条 这么小的可怜的色 然后把这旁边的两边的废肉 白的两边分别都在去掉 把这两边白白的去掉 把中间那一节绿完全的露出来了 把这个小的可怜的小绿磨出来之后 然后给它用这个拉一下光 也就是咱们最简单的粗泡一下 看一下棉啊这些毛病 粗泡一下看得更明显 咱们现在在这颗蛋面旁边画的条线 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切掉 因为粗泡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带了一点小毛病 然后咱们把这个小毛病给切掉 不会影响整体的美观 然后边角切出来一个小叶小钉钉 就这个样子了 好了咱们现在把这颗蛋面留给师傅 抛光一个小时之后 咱们来去看一下最后蛋面成品 效果是什么样子吧 你帮我放手上小胖 放中纸上 别掉了 放中纸上 种水跟颜色都还是很不错的 单独从这颗蛋面成品来讲 还是看起来还是非常喜欢的 只不过是想咱们是从那颗料子上切下来的 哈哈哈 一言难尽呢 大家看起来 好